依未榮獲表彰的社工加冠 高雄市長陳其邁致辭時 感謝社工們對弱勢族群的付出 就像天使一樣 大家不僅讓我們很多的事 都受到最好的造型 同時我想也讓我們大家 多兩億幸福 很感謝長官們對我們的肯定跟信任 讓我們可以在這個工作上面 就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那我們之後就是會再繼續 更努力的做好這項工作 然後讓更多的民眾可以受到幫忙 現在的家庭的多元跟經濟的多變化 那我希望說能夠繼續在這個工作當中 能夠繼續的努力 那為我們的經濟弱勢的家庭 帶來更多的服務 在加冠後的茶會中 獲表彰的社工分享了一路走來的心得 高雄市長陳其邁對社工在面臨挑戰 仍保持服務熱情 耕耘數十載 表達欽佩之意 高雄市社會局也希望社工們的付出 可以獲得大眾的肯定 不管是在工部門或民間部門 我們覺得社工在辛苦的工作 然後發揮專業來助人 我們希望這樣的一個專業工作 那可以幫助一些需要的家庭 當然我們也需要社會大眾的支持跟肯定 高雄市社會局表示 衛福部110年度全國社會工作專業人員表彰 高雄市共有20名社工 在全國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 110年南高品地區社會工作專業人員表揚 在22件獲獎中高雄就佔了一半 共11名社工得獎 新唐人亞太電視李娟榮台灣高雄採訪報導 謝謝... 謝謝 cuid 谢谢 谢谢大家